我们注意到14号美国政府宣布将此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价值35亿美元的资产 转移到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 此外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诺称 除非阿央行能确保不受政治干预 否则该基金将不会向其提供资金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也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美国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是阿富汗的国家财产 也是阿富汗人民的救命钱 理应立即全部归还给阿富汗 理应由阿富汗自主独立处置 理应不受阻碍地用于阿富汗改善民生 和平重建 我们呼吁美方尽快全面解除对阿央行资产的冻结和单边制裁 以实际行动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首要责任 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